下面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两个概念 那么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分配大小 分配大小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定义两个指针 一个是 int 新P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 char 新 比如说我们这用P 然后这个地方用P2来表示 那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我们用print for 中怎么去看我们两个地质值的空间大小呢 那么说非常简单 我们在C元关键字中已经提到过 要想去看空间大小的关键字 就是 size of 所以我们说 per is d 然后 per is d 当然这个地方最好是用Lu来发问 因为Lu的话呢 它在有些C元变异器中 它比较严格检查语法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不会出现一些警告 side of 好 然后P 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指向内存的 星它已经修饰P1过后 P还会改变它的属性吗 它的大小属性会不会 永远不会了 所以这个P只是改变了什么 它指向这种内存的什么 空间大小 就是它取内存的方法 而绝对不会对P1和P2进行任何的修饰 好 side of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加一个反弦和N 好 我们看一下 GCC-O build 这个是用的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啊 它是一个那个on single int on single int的类型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用Lu就不太显得不太合理了 那这我提一下 为什么刚才我用Lu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U邦兔的那个10.04啊 那GCC的版本是比较低的啊 如果说我们采用的是那个U邦兔14.04 就是我们现在呃 呃 很合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那么没有报错 看没有 所以说 那么接着我们看build 所以不管怎么说 你看都是四啊 都是大小 都是四个字节 三三二位系统啊 所以第一个很好理解啊 就是说这个 因为是纸神所以它大小都固定了啊 固定了 好 那跟你纸像什么类型 它没关系的啊 没关系的 然后第二个 就是盒子里存放的地址说纸像内存的读取方法 也就是说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用这个例子来看啊 还是用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呢 定义这样一个空间 你看 因为我们不要定义空间嘛 定义空间原来我们提到过 你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C元的标准数据结构 int flot char 包括shut 包括lun 都可以去分配空间 对不对 好 我们第一个 我们说就分配个a a呢 干什么 等于0s12 345678 那很显然 这个12345678 就是我们的整形长量 它足够复制到我们a的变量空间中 这就没有问题 好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们就用这个一个字来改 我们用pe 然后指谁呢 指a行不行呢 或者说这样 我们先说pe啊 我们定义了一个pe的变量 它是个指针 指针这个盒子呢 它确确实是需要一些什么 去指指那个复制的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盒子是空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一天说pe那等于什么呢 我们有一天说那能不能这样写 1122行不行 首先我们说这样写法是可以的 写法是可以 但是会出现问题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 1122是不是一个数呢 或者说它可不可以放到我们332比特的盒子里头 附进去啊 位数肯定够 也没有越界 所以肯定能附进去 但是一旦附进去过后 这个1122是不是属性发生改变了 你原来代表个数字 但现在放到pe里头是不代表地址吧 而地址我们说就涉及到读和取啊 读和写对吧 那么11222对应的资源是谁呢 那么这个资源合不合法呢 也就是如果我们对一个非法空间进行操作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系统不干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指针中啊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指向 指针 指向内存空间 一定什么要保证合法性 所谓的合法性就是你这个空间确确实是存在 而且这个存在性呢 你要保证它能读能写才行 那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说我们的CPU假设说啊 这不是内存资源吗 对不对内存资源 其中啊我们的一个LED灯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只提啊 就比如说一个很闪烁的灯 那么这个资源呢 它肯定也有个门牌号 可能要对应的一段资源 那对于这段资源 我们说你能不能读呢 可能就读不出来 因为它就是个状态 高低电瓶的状态 那么它这个寄存器不让读 你就读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要 一旦你再申请它读 那这个时候读出来的结果 可能是随机的 那这样会误导你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于这个地方先要理解 一定合法性啊 如果不合法 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一个概念 就很多东西说 哎呦我出现断错误了 我原来学诗语言的时候 经常出现断错误啊 那么这种断错误啊 90%都是跟什么 指针指销内存的非法性有关啊 因为原来我们在很多培训的时候 学员问啊 就说老师我这个地方又出断错误 怎么办啊怎么办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 我就我你哪怕拿了几百行的代码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什么 找指针 你到底在这个指针中 有没有进行一些非法操作 那么一般情况下 肯定是非法操作导致的这个断错误 那很容易定位 很容易定位 好回到我们这来 那我们这就肯定要要2不行了 我们一定要合法 怎么合法 A的门牌号 所以这个符号大家也要把记住 A的门牌号就这个方法 这个是这属于世源基础部分 好 然后呢接着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P1里头 我们怎么看内容呢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说 最简单的百分之X来看 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 16进制的数字 我们要想看成123456 本身16进制存 我们就16进制看 对吧 好我们不要把它变成那个实进制 因为实进制你不好去处理 除非你用计算器再自己算一下 这个到底实进制是多少 好 那怎么去看 这个地方看 新P1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要提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又是新又可以了呢 那我们说你这个地方的 C元边器是一个按顺序 按顺序逐行处理的一个程序 那么他首先先看到这行的时候 他就认为P不是个变量名吗 对不对 但你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类型呢 不知道 所以必须满足两个要素 一个是新的申请 一个是什么 新之前类型的一个什么告知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一行的再往下过后 C元边器对P1是不是已经有理解了 那这个时候他就认为 这个P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个D字 好了 那这个D字怎么用呢 我们说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新去取它 但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写法一定要在这一行的下面写才行 由C元边器先要知道P1是什么属性 然后我们利用它的属性中自带的这个星可以访问到它 这是第一种写法 那么这种写法呢也是比较常用 就是说有点像这个感觉 你这个圆圈一定要一再强调 看到指着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圆圈 然后一个连续的无穷大的一个内存 然后呢一个什么 一个箭头去指到一个任意的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我们不知道 因为就假设是他一个附近合法的 然后呢 那这里头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有单位啊 就说我比如说像我们的int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一次读四个 一次读四个 一次读四个 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个感觉啊 所以我们的星P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以它的为DG地址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内容取出来啊 里面内容取出来 就这个感觉 好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太大的演示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就可以啊 看一下效果就可以 好 12345678 没有问题啊 好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变了 我们现在不是int 不想这样看内存 而想用什么 八个比特 也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来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又会得到什么效果呢 好 我们来画个图 那我们来画成这样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我们现在先这样来考虑啊 内存其实我现在想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 它可不可能这样存 0212 034 我们就直接画成紧凑点了啊 0256 0278 这是一种存法 对不对 第二种存法 那我就这样存呗 你是 你看 0212 0234 0256 0278 那我们来想一想 这是谁对呢 谁对呢 那我们这儿呢 由于我们是c元部分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进行讨论 这地方呢 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就是你可以先去网上搜一下 什么叫大端 什么叫小端 就这两种方式 在我们的实际计算机中呢 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对的 都可以这样存 你可以这样存 也可以这样存 但是不管是怎么存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那那我是 如果这样存呢 我是不是把12一样放到最高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这样存呢 我们读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从高到低去读 对不对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个大小端问题啊 那我们目前我们先记什么 先记是这样的啊 这个地址是低地址 这边是高地址 什么叫高地址 就这个 假设这个地方是020地址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0s什么 主要是300地址 就是它的地址 它的地址的编码要高一点啊 那么我们的计算机一般是这样 我们画就一般是这样的话 这从低到高 然后我们的计算机内存呢 在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PC来说 主要以这种形式存在啊 以后我们看到ARM过后 那可能会看到这种形式 这个后话啊 我们先先这样理解 那接着还没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指人 你要指 你这个指啊 虽然说我们 我们现在是把A的门牌号给他了 但A有几个门牌号呢 我们说从A的最小单位来看 它是不是有四个字节啊 四个字节 那每个字节是不是都有一个门牌号 那我到底把哪个门牌号给他呢 给他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有个原则 这个地方的负值 你不管大刀还是小的啊 以后也是以后也注意啊 就是不管你是 CPU是这样处理数据的 还是这个这种方式 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都是唯一的原则 A的地址一定是这个地址门牌号的什么 最小值 存给这个P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 大家来看思考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P1该得多少 因为我们是以P1为门牌号 但是我一次只读什么 只读八个比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七八就出来了 看没有 七八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法呢 也相当于是把这个内存中的什么 某一个字节 你看一个字节取出来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来取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地方都报告了一个警告 那这个警告很显然就是我们本身A的空间是这样子 但是你非要给他一个不能按照一次把这个空间取完的这个结果 那C元编辑呢 他不像我们C++啊 他可能没有那么严格 他就说告诉你 反正这个不太合法 不太合理 对不对 不是适应 不适应的指正类型 他会告诉你一下 如果你非要认为是可以呢 那么没关系 也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会讲 怎么把这条警告去掉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七八是不是出来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感觉就是 原来我们 以同样的空间 同样空间 由于读取内存的方式的不同 比如说 我们用int的方式去读 和用什么 chare的方法去读 是会达到什么 完全不一致的效果 完全不一致的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到